不得了 我们看他怎么说 大三通全面开放 台湾最受贿的艺人就是周杰伦 不用坐飞机坐这么辛苦 因为常常这样跑得饱去 身体有时候会受不了 这样节省很多时间 蛮不错的 自己受贿就是因为周杰伦有僵直性脊椎炎 坐飞机对他而言是痛苦也是折磨 但抢攻大陆市场 周杰伦不能退缩 这是周杰伦在北京演唱会盛况空前的情况 身为两岸最火红的艺人 周杰伦在内地一场商演410万人民币 代言一场2050万 演唱会一场1750万 如果以周董一年各接一场 就可以进账4000多万人民币 三通让周杰伦抢钱的机会更频繁 不过对周杰伦而言 时间恐怕才更重要 以最常去的北京和上海来说 周杰伦每年去大陆超过50次 从台北飞香港转北京平均要8小时 到上海也要5小时 其他城市可能要花10小时 但直航后到北京5小时 上海2小时 平均省4小时 一年多可以省出200多小时 周杰伦现在连拍戏都要找大陆女星来做搭档 拜大三通所赐台湾小天王打进内地市场 将来时间速度更方便 华语市场周杰伦肯定是最牛的小天王 中天新闻周昌成罗沛于台北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